Energy Bar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Energy Bar 就是非常简单 快捷又做到的了 完全不需要烤焗的 只是将三四种材料混合在一起 然后就放在柠檬里 让它自己冻了 其实基本上你就可以吃了 那么 我就是Nutsi的粉丝 所以各种各样的Nutsi都长期配备了 之前也有介绍给大家 今次我也是会用家里现有的Nutsi来做 然后我们有圆柠檬的麦片 因为我今天会做两款 一款是带甜味多一点 另一款就是Nutsi的口感会比较重一点 所以我做了两个份量 一个份量的麦片会多一点 一个份量的麦片会少一点 会做两款 那 提子干和曼月茴干 我们天然的甜味非常之好 甜之余也会有很多的纤维 在做Energy Bar之前 其实我会先将Nutsi切碎它 因为每一个巴 如果你太大块的话 它很难说很均匀 另外一个材料就是我们的花生酱 让它们可以准备在一起 我们的全天然花生酱 你要买花生酱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它的材料 材料 材料 你要留意 你只需要花生酱 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那如果你看到其他选择的时候 它又有花生 又有盐 又有菜油 一堆东西 那你就不要买那款了 我只要花生酱的那款 它的原材料只可以花生 好 好 现在开始 不用切太碎了 只不过我令它不想那么大粒 待会再近的 给大家看一下 所谓的切碎是有多碎 那纤绿糕糕 其实你喜欢吃什么纤绿糕 你基本上都可以放下去 但是我就不建议放花生 因为已经放了花生酱 而且紧记紧的花生酱 一定是要买 唇天液 原味 没有加任何其他 盐粉 油 喜欢此料的东西 那一款才行 那 我这个配方 也有和其他朋友分享过 那他们有些 就会回答他 他说他喜欢 把粒子 过一个 烘一下 就让它更香 那就适合出面 那我就是比较冷贵一点 所以我就不做这个步骤 但是如果你说 不是我真的喜欢香口的东西 吃香口脆的东西 那你就可以用那个方法 那个方法也很简单 你用一小小茶匙的椰子油 拿到那个锅 然后将它们烘一会儿 你闻到一些香味 那你就可以用了 其实可能一开二一开三啊 或者一开四 这样 小小碎一点 不要太圆一粒 好 那你就把所有东西混在一起 那 就配 提子干和万月环干 这样 这样 那 那 那 这个就是甜点的版本 那 那我们要把那些提子干和万月环干 分开一点 下这个 这个 花生酱 那 那这个花生酱呢 可以 就是可以令到这个 这个 可以 是否叫做 营结在一起 就是可以 可以 混合 一起 那样 一级的花生酱 一级的花生酱 其实感觉上一级的花生酱 是很多的 但是你不要忘记 我们现在做的 这个是 Energy bar 而且这个 这个 是 我会把它分成 16份 因为你做出来 一个方形 每次 就好像吃一个 下午吃一个零食 就是这样 好 接着呢 还有一个 甜味 就是来自我们 蜜糖的 蜜糖呢 就三分一 一个 吸的 因为呢 其实我选择的材料 它全部都是天然的 好 那 把所有东西 倒在一起 那我就搅拌它 把他们全部搅拌在一起 当你混合它们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坚 那是 合理的 我现在在搅拌 搅拌它们的时候 它已经闻到很香 其实那些Nuts 再加上 那个 花生酱的味道 现在我已经想偷吃了 但是呢 当你做功课 或者将来上班 到下午 真的累累的 的时候呢 哇 又用很多脑 尤其是用脑 很重要 那呢 吃这个Energy Bar 你整个人 都直接好像充电 那重点就是呢 它 它 其实也是 其实也是 我意思是 相对你吃一个 啊 这个 西多加 加杯很棒的 热奶茶 最重要呢 就是呢 在这个Energy Bar 里面 就除了给我们 Energy之外 那 我们吃那么多 这些Nuts 其实Nuts 它里面 最重要呢 它是 一个叫做 Mono Unsaturated Fat 那这一件事呢 对于我们身体来说 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其实我们身体里面 是需要脂肪的 那脂肪呢 有一个 或者可以叫做 黄金比例 就是一个叫做 Poly Unsaturated Fat 和Mono Unsaturated Fat 和Saturated Fat 可以有一个比例 就是1比1比1 这样呢 达到这个比例呢 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 有些心血管的病痛 又不会那么容易说 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脂 那这些 那怎样才能令到 这个比例是可以做到呢 就是我们尽量在饮食的时候 就是选择 选择 选择 哪些东西是属于什么脂肪 啊 sorry 那刚才我说 那些脂肪的名字呢 其实中文是 多元不饱和脂肪 和单元不饱和脂肪 是的 这样呢 这三种脂肪的比例就是1比1比1 而在Nux里面呢 就多数都是单元来的 单元的不饱和脂肪 不饱和脂肪呢 就是我们俗称叫做好的脂肪 而饱和脂肪呢 就是我们俗称叫做坏的脂肪 那你会见到它的比例是 坏1比1比1嘛 那即是 所谓的坏的脂肪 其实它不是真的坏 只不过我们容易去理解一点 整件事 就是说我们 其实每样东西都需要一个 合理的比例 令到我们的身体 在一个最健康的状态 而 所谓的坏脂肪 在哪里呢 其实大部分的肉类呢 都是我们常常叫它做坏脂肪的 而我们在植物里面的脂肪呢 通常都是不饱和脂肪 就是好的脂肪 那其实 如何分好和不好呢 就是 所谓坏的脂肪 它就很容易在血管里面 停留 積聚了在我们的血管壁 那所以 为什么那些人就说 要通波仔 就是它的血管壁 就是给这些坏的脂肪呢 就是我是很简单地说 其实原理 就是你如果要说到 一个沉年很复杂的 那 就真的很复杂了 我现在简单地说 那些坏的脂肪 可能在血管里面 我们 停留 然后呢 它就慢慢聚积 不饱和脂肪呢 它就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呢 就是 其实它可以将 血液里面 多了的 坏的脂肪 可以拿走它 就是它可以好像 垃圾车那样 它可以收走那些坏的脂肪 然后呢 就将 那些坏的脂肪 放入自己的车 那这辆车呢 它可以运回我们的肛造 的地方呢 再分解 变成其他的用途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们 好的脂肪和坏的脂肪 这些垃圾车都可以收 这些垃圾的 那呢 一路只顧着说 其实我一早已经 是 做好了 那个混合好了 但是 还是乖着说 那给你们看一下 大概是这样的 那我现在呢 就会把它移到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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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把它压平 那基本上就可以放在 冰箱会快些 香港现在天然 那你放在冰箱呢 好像半个小时 就已经可以了 那继续说回刚刚那个 坏脂肪和好脂肪 那而我们的脂肪呢 就是 它含有很丰富的 单元 不饱和脂肪 那就是好的脂肪 那就是好的脂肪 那当我们吃多些好的脂肪 那就算真是 万一有个坏脂肪 那也不会 那么快 那我们要留意一下 肉类呢 始终它是 它是 坏脂肪的含量比较高 所以呢 可以的话 就少一点 可以的 每一刻 脂肪呢 它可以给到 我们有 9个卡路里的 能量 即是 的 能量 那所以呢 你吃脂肪 这些东西 你真的会觉得 饱足感是多一点的 那这就是 我毋毋之意的 所以呢 这个Energy bar 就很好 好了 我们呢 full of 这个 好脂肪 好 尽量压平它 现在 因为它已经是 很实际 那个 反正我也是做什么 自己吃的 那又 不用很容易 做到差不多 大约 平的 都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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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干了之后 其实因为有很多 花生酱在里 其实它都会有些 黏黏黏的感觉 所以呢 我自己呢 就会喜欢 会拌一些 椰丝 的 碎碎 或者是 碎碎 那你 不会那么黏 变了 那整一底 这些 这样的 Energy bar 那有 这边 开到 16粒 那16粒的话 那你 那你 下午 累了 再来吃一粒 或者你 其实如果你 如果你用来做早餐都可以 那你做早餐 那你做早餐 那你吃多几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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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那你去追巴士之前 你都可以 就这样在冰箱 拿两三粒出来 那你一路追 那你一路吃都可以 那 那起码好 完全没东西到肚 整天会那么长 是不是 等到1点才可以吃 好 给你看一下 我好努力地 扭平了 尽量扭平 尽量扭平 黑芝麻 白芝麻 没什么所谓的 而且也是 如果你的芝麻上香些 就拿一路 烘一烘 那我就 不做这个步骤 就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我觉得就这样 都已经很香了 现在闻到 不要紧 多一点都可以的 因为芝麻也是好的脂肪 而且里面也有钙质 那些 那有些朋友 之前 又聊天 说过 有些 爸爸妈妈 可能钙质开始年纪大 会流失多了 但是有很多 含豐富钙质的东西 他又不能吃 例如 不忍得一些 奶类 那有些东西 他明明是 豐富钙质 但他又不喜欢吃 那就 很结句 这个钙质的存货 那大家在讨论 就觉得 咦芝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 我这里就搅拌了 这个 下完芝麻的样子 那我都会放在冰箱 那一会儿 那一会儿我会吃饭 吃完饭 应该它就OK了 我到时再切开给你们看 好 哦 做了我另外一个版本的材料 这个版本的材料 比较多了 比较多了 啊 同样也是 配方 我会在 影片最后 我会详细写给你们 所以呢 呃 现在你忘记得到 那么多也不要緊 这个是多些鱼糕的呢 就是用蜜蜜 用蜜蜜蜜 酸酸甜甜的 用鱼糕为主 放进去 我就这样 混合一下 和我们的 花生酱 鱼糕 放进去 好 又要到混合的时间了 其实做这个Energy Bar的时候 都需要一些Energy 搅拌一下搅拌一下 然后 就已经可以了 你想想做一份 这个已经可以吃 如果你每天吃一粒 你可以吃到半个月了 原來把它盡量有那麼均勻 還有這個Energy Bar 除了給我們Energy 我們好的脂肪 其實它是因為很豐富的纖維 為什麼你會看到我經常和你們分享做食物的時候 都會提到纖維這個條例呢 在大部分的開發的國家 已經是經濟不在意的國家 通常市民的纖維的吸收量 其實都是不夠的 我們是盡量可以令到自己在不同的食物 可以給到一個足夠的纖維份量 自己就會是比較好 因為纖維它是會令我們將壞的膽固醇帶走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這個使用性的纖維 它就叫做P-Bioetic P-Bioetic跟Pobioetic不同 P-Bioetic就是Pobioetic的食物 Pobioetic就是那種益生菌 而這些菌其實我們都要供養它 供養它就是用P-Bioetic 就是我們的水紅性纖維的東西 去供養這些益生菌 益生菌是令到我們整個腸道 健康地去運作的 所以我們吃Energy Bar的時候 其實也給予到很豐富的 這些P-Bioetic 都混合得OK了 將它交換 有一點厚度 冷凍了凝固了的時候 帶兩塊在身 然後你做運動前或做運動後 吃兩件都非常之好 這樣 放進雪櫃 好 吃完飯 檢查一下 它就已經OK了 我們可以拿出來將它切件 好 這樣呢 16件 就什麼時候想拿出來吃就可以了 我先把腸道交給了 我知道 你為什麼要去經典 我先把腸道交給你 我先把腸道交給了 十幾次 我先把腸道交給了 我30次 將來 那這一個 翻進去 回雪櫃 我先把腸道交給了 我先把腸道交給了 你 痲藏 不要